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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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的鞋子是比较大型的鞋 这个设计者叫做Ankle 设计者 现在你看到的就是脚板底 在那里加了一个机械部件 这个机械部件 可能是被所谓的 刀锋跑手的二支 彈弓去启发 它会用一个相对 行程比较长的彈弓 将能量吸收 而吸收的能量 也会推到脚板 令你在跑步的过程中 省力 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这个机制可以把震荡力 很大量吸收 所以脚所承受的压力 话说会减低 但减低了多少 我相信它们还在试验 而且有关鞋的设计 其实样子开始不会很奇怪 加了一些很大座的器材 现在你会看到 其实它只不过在鞋底 加了一个小小的弹弓架构 看起来也不算太奇怪 除了提升了吸震功能之外 这个设计好像还会加入了一些 个人化的功能 是啊 据说相关的设计 是可以随着你的运动的劇烈程度 和你的体重去调整 例如我那样肥仔 就可能要更加强力的弹弓 因为轻的未必能受得我 而还有有关的连接位 或者Foot Bridge 腳桥的位置 全部可以根据你的体型去调控 甚至就是说 哎呀 其实我跑完步了 但我又想穿那双运动鞋 原来它还可以拆射了 有关的部件出来 其实就真的好像变形合体 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而且也相当灵活的 这个设计看起来 又好像适用于专业跑手 多一些一般大众 其实对不对用 一般大众 是不一定会在一个平坦的 运动场那里走的 街道 山区 或者泥毁 都可能会走过 因为大家走的地方都不同 很难说 将一个相关的机械设计 推动在所有的地形 因为始终你会看到 相关的设计有它的局限性 也很难做到真的全地形 举个例子 刚才那个这么复杂的弹簧架架 如果踩在烂泥里面 你要洗干净它 相信都很困难 而且还有就是说 它如果在崎区的地面 譬如一粒石仔 硬着一些关键波位 会不会立刻坏呢 其实我相信 要经过很长期的测试 才可以有结果 其实这款运动鞋 何时可以推出呢 话说相关的研究 还在进行 不过现在的产品的研发 cycle 那么快 我相信很快就会在市面看到 不过初期 我相信会是专业跑手的设备 未必会像我们 每天走路上班 可以用得着的 我想要等下 如果这款鞋可以推出 其实是多少钱呢 现在这双鞋虽然在研究阶段 但是相关的定价 已经有流出了 他们说大约是290美元左右 计算港币 差不多2300美元左右 但是通常会再贵一些 大约是这个价钱 可以买到很多不同的器材 这双鞋会不会是贵了一点 我也不知道 今集好多谢Paul 和我们推介了这款吸震的运动鞋 今集的潮环科技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